这个视频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先锋道骨的劳山道士 劳山是我国的道教圣地 传说在这里隐藏着众多神通广大的道士 王生作为一个道教爱好者也来到劳山 拜了一位劳山道士为师想要学习道法先术 但道士却不急于让王生学习道法 而是给了他一柄斧子让他天天砍柴去 过粤鱼 手足虫茧不堪其苦 因有规制 因暗中的 过了一个多月 王生的手脚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苦累 暗暗地产生了回家的念头 就在这时 王生偶然间看到师父正在和两个朋友在吃饭聊天 说话间 吃奶 茧脂如镜 沾臂肩 而请月明灰是光剑豪芒 豪是指兽类身上用来预寒的细毛 芒则是骨类外壳上的针状刺须 豪芒在一起形容极细微 师父就剪出一张像镜子形状的纸贴在墙上 一会儿那张纸就变成了一轮明月 照亮了室内 光亮强烈的都可以分辨出极其细微的东西 这时 道士的朋友则变出了一个永远喝不完的酒瓶 倒出穷江玉叶供大家享用 另一个朋友则拿起筷子 把筷子变成了嫦娥 让嫦娥上霓裳舞来助兴 看得王生目瞪口呆 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又按下决心 一定要努力学习道法 就这样 又过去了一个月 劳山道士还是只让王生砍柴 不教任何道法 王生一直消磨殆尽 就向道士提出离开 在自己离开之前 希望道士教自己一个小法术 道士就如此这般 教了王生一个钻墙的法术 并且告诫王生 要洁身自好 不然就不灵了 可王生哪儿管那么多呀 回家以后就先给自己的妻子表演了一下 去墙树齿 奔而入 投出硬币 漠然而搏 妻 服侍之 额上焚起 如聚卵烟 漠然 猛的 搏 跌倒 焚起 像焚头一样隆起 王生离墙树齿 奔跑着冲过去 头撞到坚硬的墙上 猛然地跌倒在地 妻子扶他起来一看 额上鼓了一个大包 像个大鸡蛋一样 气得王生直骂道 无良道士啊 可让王生失败的是无良的道士吗 如果王生能坚持下来 肯定早就学会了更大的本领 如果王生能紧急教诲 洁身自好 也不会撞出一个像鸡蛋一样的大包 说到底 还是自己的问题啊 在文学的技法上 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 文似看山不洗平的原则 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小故事 蒲松林却设置了很多波澜和转折 在文章的开头 王生受不了苦 因有规矩 是第一次转折 看到道士做法后 重新下定决心 是第二次转折 但再次受不了苦 提出离开 是第三次转折 道士传授法术后 王生大喜过望 则再转一次 回家以后 发现自己的法术不灵验了 则是最后一次转折 短短一文 却有五次转折 还真是山伦起伏 峰回路转的风格呀 其实王生还算幸运的 有的人为了贪图小利 甚至差点葬送了性命 准备好了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视频 画皮吧